好 我們今天要來煮這個 微生咖啡給大家看 不算煮啦 就是 綠瓜式的沖泡 好 那我昨天喝了另外一款的 我們今天來 我昨天就是喝這個 伊索皮亞的 綠曬的 那我來看一下 巴拉瑪這個 今天我們來喝喝看這個好了 那我先在旁邊已經準備好 大概85度的熱水了 我們把它打開看一下 這樣子這個樣子 就跟一般的那種綠瓜式的一樣 往這裡打開 輕輕的 一撕開它的香氣都出來了 它的粉 稍微放一下 那我剛才已經先煮好水了 那大家反正綠瓜的都很簡單 大家都會嘛 那我會也是要學一下 像人家那種咖啡廳的 稍微轉一下 轉圈圈 好香喔 它這個香氣完全都透出來耶 很方便 它一般你出去喝個星巴克都要100多塊 然後在家裡或是說你要上滿錢 嗯 泡一下綠瓜式的這個 微生咖啡呢 那費用是不用那麼貴的 這個杯子是350cc 那你如果想要喝比較濃一點的朋友 就不用加那麼多水 那一般的話 150到200cc的水是夠的 好 那香氣整個都串上來了 而且它的口味也蠻多重的 像我每天喝一杯 不一樣的 剛才我們泡的是這個 巴媽媽是曬的 香氣不太一樣 然後有一點 香氣是有一點點苦苦的香氣 但是喝起來怎麼樣 我等一下再來說 那它其他還有巴西的 還有明天來喝巴西的好了 還有瓜地馬拉的 然後都很方便把它撕開 然後沖個水就可以享受了 好介紹到這裡囉